健康同學會 同學會健康 歡迎參加五期健康同學會 歡迎今天老校同學好 今天是主任販壞宗教授 潘老師好 大家好 好 值班醫師我們歡迎王建宇醫師 王醫師好 大家好 好 值班營養師劉毅老師老師好 主任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有一位是值班的物理治療師 是國泰簡溫仁老師 潘老師你好 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同學代表我們要歡迎的是 六年七班 許晶晶晶晶好 好 大家好 五年六班 王仁瑞你好 太宅康 七年零班 大仁哥 大仁哥好 大家好 人家本名不叫大仁哥 叫什麼呢 叫余建源 余建源 九成大仁 你紅了 對啊 原來陳柏林來了 那我們就要趕快給他簽名 好 我們大家都希望像大仁哥這樣年輕 就是說希望能夠年輕二十歲 尤其像我們這樣年紀的人 檢老師啊等等 潘老師等等 被簽名的是比較老 你這樣講就有這個意思 我為什麼提檢 檢老師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今天跟我們的主人翁是同樣的年齡 等一下我們可以比較看看 誰看起來比較年輕 請猜猜老師幾歲了 沒有啦 對 那這個主人翁呢 就是南雲博士 他是日本人 對 那他有一套養生的方法 說可以年輕二十歲 他就以他自己作為實驗的例子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 他是長什麼樣子 來 好 這個是喔 現在他五十八歲 對 換言之就剛剛安德講的 對 檢老師也是五十八歲 觀眾比較看看 到底誰比較年輕呢 可是你看看喔 那個就是南雲博士 他之前三十七歲的時候 有人說他真的是喔 那時候這個相差很大嘛 我覺得檢老師看起來比較像 這三十七歲的 對 真的 沒有 他是天生栗子 我是後天要栗子 栗子做運動就對了 栗子養生 我們再看一下喔 南雲他其實是 乳腺專科醫生 其實是一個比較整形外科的醫生 後來他往這方面去發展 那提倡年輕二十歲的一百個習慣 不過我要特別提一下 他認為自己的血管年齡是 這個二十六歲 骨骼二十八歲 還有頭腦是三十八歲 他都有測過啦 也都有測過 但是確實從照片看起來 他真的是比較年輕 對 看起來是年輕 因為他自己是整形醫師嘛 我們也不排除 就是說 他自己有在自己的身體上面 動了一些手腳 你看這眼睛也變大了 對不對 可是今天老師是天人 對 然後再留一些骨子 可能也就差不多了 對啦 不過我們年輕人都是這樣 就是說年輕的時候 可能自己希望自己老一點 但老的時候大家就希望自己年輕一些 那他有一些觀念是顛覆我們的 譬如說我們有講過說 他不運動 對不對 大家就群起了工資 我們今天再拿出一些觀念來 大家共同探討一下 最近他有沒有可取之處 畢竟年輕二十歲還是我們希望的 他的道理到底是 之前我們有提到 是歪理還是真有道理 對 到底是歪理還是真正有道理 我們先來看他的第一個這個想法 好 做伸展操毫無意義 所以肩膀僵硬的人就擦地板 對 他還是堅持不要運動 他認為做伸展操是很沒有意義的 好 三位同學在這邊 包括大人哥 好 我們來看看你們贊不贊成他的說法 就是說做伸展操毫無意義 那肩膀僵硬的人 你也不用做運動 你只要做家事就可以了 擦地板 家庭主婦應該蠻贊成的 來 一二三 請舉牌 都不贊成 怎麼可能 我們幹嘛那麼命苦啊 好 來 誰不要吵 來 一個一個來說 你說來 筋筋 做伸展之後可以讓你舒緩筋骨啊 而且還可以長長 沒有 不一定 對 伸展 而且你肩膀僵硬的人 就已經肩膀僵硬的人 你還這樣擦地板 那不是更慘嗎 這樣子 所以你不贊同他的看法 他等下他自己會有一套說法 對 因為我跟你講 我家人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通常都直接90度這樣下去 很傷腰椎 因為很多臨床上來講的話 這樣子的腰椎是最傷 所以他不做啊 他不做伸展操啊 沒有 他直接說 基本上僵硬人 你直接這樣擦地板 其實是非常傷的 因為傷什麼還有髖關節 你知道 不可以的 對 所以一定要先傷 一定要做伸展操 讓自己傷為暖身一點 讓自己軟活一點 然後軟一點 然後再來做 對 但是不要那麼命苦 我覺得要改革社會的觀念 似乎很困難 你有沒有覺得 這邊好像是個保守派有沒有 沒有 是家庭主婦派的 然後馬上都反對反對這樣子 大人可是你總開可以接觸 其實不要看我胖胖的 其實我還蠻常運動的 運動之前一定要做伸展操 為什麼 如果你沒有做伸展操 你在運動的時候 你就發現身體很重 而且跳不太起來 對 而且如果你真的是擦地板的話 你會發現你每次擦完地板 你會發現身體反而更僵硬 因為你從頭到尾都固定一個動作 去用力的時候 你身體會更不舒服 你是跟家人住還是自己住 我跟家人住 那誰擦地板 媽媽 家裡 一定是家裡 比你更僵硬的人在擦對不對 對 你們是看我媽媽這樣 我覺得很心疼這樣 真的嗎 這有孝順嗎 所以年輕人都在外面做運動 還花錢 對不對 然後家事其實也是運動的一種方法 都不做 你看 兩邊浪費 那個家庭主婦就怕說要再 對啦 一直那麼僵硬 要早上起來你知道 尤其我們早上起來年紀大了你知道 其實有時候真的會疼痛你知道嗎 到老了 冬天的時候你知道 像我這種變形性關節有沒有 已經關節變形了 你看我們早上那麼這樣起來 你瘋啦 痛死了 那你們家誰擦地板 我 還是我 還是我 抱怨了半天還是家庭主婦在擦地板 好 我們來看一看這個 Dr.南雲是怎麼說的 他的理論在哪裡 好 好 很多人為了健康會做伸展操 但是伸展的結果就算能夠 一百八十度劈腿向後仰 或者是把臉從兩腿間伸出來 又有何意義呢 我自己就算向前彎腰 手也摸不到地面 但我並不會因此想做伸展操 讓身體柔軟 為什麼 因為我的工作是外科手術 而外科手術並不需要 那樣的身體柔軟度 那肩膀僵硬就活動肩胛骨周圍的肌肉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要用四隻腳走路 就是擦地板就好了 如果再擦這個唐安門 這個效果會更好 那是因為他工作的關係嗎 聽起來真的有點像歪理 對不對 但是好像也有某種程度的意義 我們來看專家怎麼說好不好 我們陣容兼長 今天特別有四位 好 各方面的專家來聽聽看 他們的想法是怎麼樣 好 一二三 專家請舉一下牌 全部都不贊成 可是簡老師你為什麼那個在閃 簡老師你下面那個在閃幹嘛 你是我贊成的 不是我太熱 而是基本上這個聖娜威 這是錯的 不贊成 但他有一點道理 是不是在那裡 不是 他的差異是說 我又不用兩個頭 從兩個腿之間攀著 我們不是要特技表演嘛 所以你不用知道 他頭可以扳到這裡來 可以劈腿 不需要這樣 是沒有錯 但是他錯是錯在說 他是外科手術 手術不需要那個動作 對啊 我們做伸展稍 第一個 就是剛剛講 運動前要做伸展一下 避免運動傷害 第二個更重要了 我們關節靈活最重要的就是 生活品質才會好 你說被很癢的時候 抓不到癢 好癢 好癢 是不是生活品質很差 洗澡洗不到 我那天去看爬山對不對 有人就爬山 你說髖關節要靈活一點的話 那爬山有那個階梯很高的時候 你知道一站 有沒有 一下 我們是40歲吧 你就不用用爬的 你不用用爬的 不是 他現在要跟男生試拚了 尬下去就對了 老師 你不要拿20歲的關節管子 我覺得檢老師充分印證了 那個答案的學習 就是我們的祖先是猴子 對不對 我們的祖先是猴子 從檢老師的身上完全應驗 你日常生活品質會比較好 比較不容易受傷 然後你會發現說全身比較舒暢 所以生長燒重點在哪裡 生長燒不是要你特技表演 我也沒辦法弄到脖子後面去 我也沒辦法 就是說這個達成男儀是血液28歲 頭腦38歲 檢老師是肌肉大概18歲 你相不相信 對 相信 相信 那心智應該也是成熟的啦 38歲的成熟 絕對沒有問題 那玩醫師來跟我們講說 他的 你也是不贊成對不對 柔軟操跟運動是要訓練 為什麼你 柔軟力跟平衡力 我們都知道有個體適能當中 你要有一定的柔軟度 一定的反應能力 這樣你受傷之後 才能把你的傷害減到最低 我們常說其實大人哥 他那種青年提升 常常騎車很多人會雷殘 我告訴你 會雷殘跟不會雷殘 那個結果會差很多 真的啊 那這個就是你的反應 跟你的一些關節 臨時的一些狀況 你懂得如何保護自己的話 可能那個雷殘會真的比較小 如果不會雷殘的話 那可能一看就知道說 這個駕照其實可能有點白拿的 可是年輕人 年輕人也沒有做什麼伸展運動 他確實就比我們中華年人要靈活一些 反過來說 當你到了中年之後 如果你再不做一些柔軟伸展的話 你的關節的一些韌帶 尤其是我們手跟腳的韌帶 很多女生穿高跟鞋疊了一跤 會把骨頭弄壞了 那就表示說他的關節 他旁邊的韌帶的支持力是不夠的 那如果你平時不做柔軟去支持的話 其實一點小傷就會造成傷害 那是因為男允 他本身可能沒有受傷過 他如果一點受傷的話 他有可能那個傷害 會比一般人來得到 喔 瞭解 那這個有一些骨科醫師來上過我們節目 他們也就是說我們骨頭是健的 對不對 健骨頭 健股頭 包括肌肉也要多多的灌 對 那潘老師你是抱持什麼樣看 你也不贊成 我跟你講喔 這個題目叫做年輕二十歲 那如果你要年輕二十歲 你不可能二十歲的人 為什麼 因為你年輕二十歲就沒出生了嘛 對啦 對不對 所以因此呢 我舉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以男允他來講 他五十八歲 年輕二十歲 合理嘛 這樣合理嘛 對不對 所以因此呢 這一個題目的前提就是說呢 這種人其實已經是比較 屬於年紀大的人的養生方法 我想這樣要先破題 因為我不可能二十歲 要年輕二十歲嘛 好 這懂了 所以因此呢 對於這個 比如說年紀比較長的人 想要年輕二十歲呢 他在做任何活動的時候呢 必須要先確定 不會傷害到他的這個身體 那我們因為像這個 五十歲以上的人呢 要趴在地上做這種 做家事的動作 會傷害到自己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這個能力 做這樣的運動 這種家事了 所以因此我們才在 我們健康同學會 曾經有教過叫做 就是輕鬆做家事 對 所以你要擦地板的時候呢 如果是年紀大的人 我們建議他要使用工具 我們教過很多工具 對 所以你不要趴下去弄 趴下去弄就像我們 瑞琳 還有晶晶都提到的 會造成非常多的傷害 所以呢 因此我支持他講說呢 肩頸僵硬的時候 應該要活動肩頸 但是活動肩頸有很多方法活動 並非只有趴在當 四隻腳下去活動 我想這個關鍵點 一定要講清楚 他的觀念是對的 要活動 因為他並不需要那麼柔軟 沒有錯 可是他要活動肩頸 但是活動肩頸 檢聞人就可以教你 一堆很多的活動肩頸 方法 絕對不需要這樣子 趴下去做 對 一二三四五六七的口訣 對 那檢老師來告訴我們 像這個圖上面講的活動肩頸 基本上還是 好像跟潘老師講的不太一樣 好像還是要趴在地上 通常我們沒錯 我們如果把那個運動 融入生活當中 那是最好 所以有時候偶爾做家事 來當作運動 是可以的 像包括我 我禮拜天也常常做家事 都摸摸 心摸摸 也可以做到滿身大汗 那你不可能把那個來當作運動 勞動不等於運動 上次說過 勞動的勞是他控制你 你擦地板要怎麼擦 運動是我控制我的動作 對啦 我手要怎麼舉 要怎麼舉 有沒有 我是可以控制我的動作 所以這是運動 我可以掌握它 那勞動擦窗戶 你不能這樣擦 對不對 你一定要這樣子順順的擦 是他控制你啊 所以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如果做家事的過程當中 融入 剛剛潘老師講 我輕輕鬆鬆愉快的來做 活動活動我的筋骨 那種是ok啦 是可以 好 所以這個換句話說 擦地板跟擦窗戶 您認為有活動到 有活動到 但是可以輕一點 但是不要太久 不要舉得太高 我們比如說手舉高 我這樣擦有沒有 站很上肩吧 最好能夠有墊子墊高一點 然後這樣子比較順 那我們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子趴下去啊 你看手折地板 那我用那個輔助工具 對 輔助工具是最好 但是我碰過一個太太 很好玩 她每天回家的時候 就地上那個地步撲一下 又站在上面邊扭 邊扭 邊運動 邊擦地板 這樣也可以 也很好 但是要小心 不要跌倒 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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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已經這樣扭 扭著 習慣了 又覺得滿屋子 客廳扭來扭 這個大學跳舞社的扭一下 我大學大學也是跳舞社 你那時候常常去跳舞啊 我記得耶 我是愛愛社 奉獻愛心的 是愛愛社 跳舞社應該是你吧 要不然是大人哥這種才行啊 對不對 那玩醫師先補充一下好不好 其實我們的標題有說 肩頸 肩膀僵硬 其實一般人現在做辦公室的 尤其是低頭股 肩膀僵硬的很多 其他那個其實擦瘦這個動作 如果在你可以範圍之內 其實在我們復健裡面 就是有一個對於所謂的50肩的病人 就是要拉手要稍微 對 那其實這個基本上是有幫助 但是必須在你能夠 適當的接受範圍之內 然後記得有點輕鬆 有點愉快 會能到墊腳尖的地步 其實這地方是有幫助的 那其實他那個擦地板的方式 有點像是類似那種 西藏那種五體投地 做一些伸展 那其實基本上 其實如果你懂得方法其實還好 但是一般人其實要能夠融入 南雲這一派的話 可是其實是有點難的 有點難度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擦過地板 我覺得如果真的木質地板 你這樣擦下來 那很累的 而且有時候身體沒有累 那膝蓋好痛 所以可能還要用輔助工具 他是這樣擦 就是他像那個日本在擦地板這樣子 他膝蓋沒有鎖地 然後他這樣這樣擦 結果後來他是高血癌患者 他其實不能這樣子擦 這樣子 有人是這樣蹲著 就這樣一直嚕到前面去 他膝蓋沒有鑿定 但是他頭是這樣丁 所以你看我們衍生出好多意義 所以這個光簡單擦地板 跟簡單擦窗戶 有一些人就不能做 也要適量地做 雖然他也是勞動的之一 好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觀念行不行 好 第二個觀念 沒有辦法切實把家事 這個或者是工作做完的人 就沒有資格去做運動 好 這專門針對大人哥的問題 好 來 一二三請舉牌 你們都聽不懂這一題 是不是 好 被發現了 你們每個人都在有意義說 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好 兩位是不贊成的 一位是贊成的 那就先從這個比較迷惑 大人哥來說好 因為每次我都是做完運動 然後回到家裡 我覺得這房間真的很亂 受不了 我就去整理 對 可是我覺得這樣整理的話 有一個方法就是說 除非你很累 那當然不可能 可是你如果不是很累的狀況下 你那時候精神反而更好 我覺得做完運動之後 對 你就會有更多的動力 去把它整理得好一點 他的意思是說 很多年輕人 都在外面做運動又花錢 回到家裡都不做家事 不幫助家裡 然後房間好亂 都不整理 他認為有點本末倒置了 意思是這樣 對 因為雖然說 就是說勞動不等於運動 但是你已經有體力 去外面做運動 為什麼沒有辦法做家事 那你應該贊成 對啊 那你應該贊成 有點暈了 基本上你是搞不清楚 這個題目 我搞不清楚這個題目 他的腦筋是68歲 還比南雲博士再老十歲 安德 安德說你是68歲頭腦 68歲的腦袋 好 我們先來看 那個Dr.南雲怎麼說 好 他是這樣說 為了保持步行運動 有些人不惜身懷這個技步 就帶這個技步器 努力走一萬步 我要給予坦白的建議 請丟掉你的技步器 想要去打高爾夫球 或是上健身房之前 請先把家事跟工作 圓滿達成之後再說 如果全都做完 還有多餘的體力 再來做運動 消耗也無妨 試想喔 如果家中小孩功課沒有做 就跑出去玩 你一定會生氣吧 那我個人則是想要把體力消耗在 對這世界上有貢獻的工作上面 他說要把技步器丟掉 我看季正宇是第一個就會跳出來 這還要 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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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季老師 有嗎 季老師 有嗎 季老師 有嗎 19984 已經一萬幾千多步了 今天好厲害 這個技步器基本上是一個激勵 獎勵 今天很高興 今天走兩萬步 一個是鼓勵你 今天不到五千步 六千步 趕快把扣打走 好 我們來看看 四位專家怎麼看好不好 同不同意呢 該不會都不贊成吧 好 來 1 2 3 請舉牌 答案比較多元 有三個是不一定 就是又贊成 又不贊成 唯一不贊成的是王醫師 那王醫師為什麼不贊成 專家究竟怎麼看呢 以及大特南雲還說 他推行的是一天只吃一餐 然後那餐好好吃 究竟這個觀念對不對 廣告回來就告訴大家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好 如果沒有做家事 就先不要去運動 這是Dr.南雲建議大家的 那這個王醫師不贊成為何 其實運動 基本上我們還是認為說 以現在的觀念 大家要找時間運動 每天走一萬步 或是例行我們所謂 333的方式的話 你讓你的心肺功能能夠提升 我們都知道其實到了50歲的年紀 你的心肺功能基本上是在下降的 那這個下降當中 唯有平時的努力的運動 讓你的心肺功能能夠提升的話 以後才不會有一些 後續的一些慢性病 或是一些代謝症候群的出現 所以基本上叫人家不運動 我說實在的 他真的是蠻 蠻震撼的 不過至少他維持他一個觀念 從他第一章的Chapter 1到現在 就是告訴你 能不動都不要動 對 他就是一個不動派 他真的 以前叫做不動明王 他叫不動南雲 真的 對 叫不動南雲 伊莉老師 伊莉老師 你是在場來賓的唯一女性 那你們家的家事都誰做 那你也是贊成還是不贊成 比較多 他好像有一點點贊成 中間 對 其實為什麼我要講 因為其實運動對我在 比如說像我們的學員 或是我的病人 其實早期我們是用那個 比較嚴謹是用333 可是現在國建局 其實是改成531 因為531的定義就是說 你每週運動150分鐘 平均一天是30分鐘 每次持續 其實你只要是持續10分鐘 然後你來不及 比如說早上10分鐘 中午10分鐘 晚上10分鐘 這樣也可以 把它分開 對 而且他現在拉得比較寬 是因為我們現代人都不運動 所以要先讓他培養運動的習慣 所以在定義裡面 我們把家事 然後把去那個所謂的通勤 上班 然後找一站下空 都算了 我們都算在鼓勵他動起來 所以做家事是算 在國建局的標準算做運動 因為我們根本連動都不動 所以基本上他是就是 你要動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我贊成的一個地方 就是他先從家事開始動起來 可是我反對的是因為 因為現代人其實太多肥胖的問題 所以我很贊成剛剛那個 那個醫師講的 王醫師 你真的要做到運動 要有攔止 減掉脂肪這個功能 你要心跳速率 每分鐘要達到110下 那你做家事 可以達到110下嗎 應該沒辦法 沒有辦法 所以我覺得是要區分開來 就是說你的那個運動習慣 平常你可以累積10分鐘 10分鐘 那另外你可能還是要做 真的是有樣運動 來 潘老師 我基本上贊成是在上面 反對是在下面 那為什麼說我贊成大部分的原因 是說呢 我們有非常多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先生 都沒有回家幫太太做家事 對 然後呢 然後呢 非常多的理由要出去運動 把家事都丟在家裡面 這一點我是非常的厭惡 我非常的厭惡 我是覺得說呢 你如果說今天你全部都在外面做運動 都不回來家裡面幫忙的話 我這個非常反對到底 那我是覺得 而且你在家裡面做家事 還可以跟小孩跟老婆互動 所以我是建議呢 這個部分我完全支持 是 但是有一點點不能支持的就是說 其實這個計步器啊 並不一定是他所說的那個功能 因為我們現在鼓勵大家 就像剛剛我們怡莉老師講到的 就我們現在建議大家就上班的時候 能夠走一站 比如說我捷運站下車走一站 然後呢我在上班的大樓裡面呢 我不坐電梯我爬樓梯 所以我那個計步器是在測 我今天在上班時候 我能夠走多少的路 我不是要拿去做運動用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在我的辦公室裡面 因為我這個中間休息後去拿開水 然後呢比如說樓下去找這個總經理 樓上去找什麼台長 我這樣跑跑跑 我一天走了五六千步或一萬步 這樣也很好啊 那甚至就是說我做完家事 我在做家事的時候 那個計步器也會動 也不是不會動 所以呢我用這種方式在做的話 我並沒有抵觸他的意見 所以我並沒有必要丟掉計步器 而且計步器我覺得還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才是覺得說呢 我可以贊成他的理論 但是沒有辦法贊成他 有很多的一個細節 剛剛本來是從男生的角度出話 我是從女生的角度出話 大家都知道家事永遠做不完 所以換句話說 你都沒有理由出去做運動 每天就在家裡做家事 那沒有運動啦 這是不對的啦 可是玉琳老師說做家事也是運動啊 那是活動 生理活動是有幫忙 但我說很多女性總是 還是要出去做做運動啊 這運動也很多種好處嘛 不是這樣 所以你說家事沒做完 就不能出去運動 那永遠都不能出去運動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題 好 來 再來看喔 再緊急呢 也不要跑喔 這個跑得害牛夾背 你看喔 不動態的教主啦 對 再緊急喔 就是再緊急也不要跑 趕車的時候也不要跑喔 要慢慢走 不要跑 好 來 一二三 請舉牌 不要跑 有一個贊成的 然後這個兩位 兩位都贊成 然後這個媽媽 晶晶媽媽是不贊成 也贊成 那你到底是贊成 他現在懷孕什麼都不能跑 什麼都不能跑 那你講一下 我現在是不能跑 可是因為個性很急 所以常常都是跑來跑去 所以有時候我在跑 我同事都很緊張 不要跑...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 你真的急起來 你再緊急也不要跑 有點難 有的時候我們趕工車趕捷運 都會跑起來 對 那我會舉贊成跟不贊成 意思是說因為理論上是 理性上是說OK的 就是再緊急也不要跑 因為你如果太急 可能會撞到東西 反而讓自己受傷或怎麼樣 但是不贊成是因為 真的很難做到吧 很難做到 對 好 瑞琳妳是贊成的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很多老人 在趕工車 因為去跑 一直跑 然後跌倒的案例太多了 然後造成很多一些醫療的 一些負擔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有一些心臟的疾病 你再去跑 它會有一些換氣 有沒有 過渡症後群 會喘啊 對 會很喘 因為像我心臟就不好你知道嗎 你要我去跑 我根本就喘不喘氣來 反而會讓自己的心臟 所以妳不會跑 我不會跑 就公車走了就走了 下一班還會再來 真的嗎 因為我常跟我父母親講說 下一班還會再來 除非你是 那妳會遲到怎麼辦 不是 除非你是夜間的 你在找計程車 你不要去省那個錢好嗎 所以再怎麼樣 因為你要考慮到 自己的健康的問題 身體狀況 不要再跑了 因為我心臟不好 不要再跑了 所以你們在原地跺腳 對 而且我就打 五五叉叉叉 你就是看他肚子要再跺腳 來 大人哥 表達下一件 我覺得因為我們自己工作的關係 每天都在跑來跑去 可是跑來跑去的壞處是什麼 就是你常常會很急躁 你常常會有時候 很多東西都想不到 會動漏溪漏 我自己這角度來想 如果說緊急的時候 你來自己放完一下自己的心情 你慢慢走的話 我覺得這時候反而會把很多事情做得更好 對 我的想法 但是做得到嗎 做不到 所以還是跑不起來 那我問一下 那你們身體不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嗎 除了你剛剛講的思緒什麼 那你不會有什麼不舒服嗎 沒有 就你緊急在跑很快 當然會很喘 你很喘的時候 反而會讓自己更糟 會頭暈 有時候會頭暈 會 有的時候會 身體有反應 我們來看這個南韻博士怎麼說 好 那麼他是說 運動時候號稱戰爭荷蒙的腎上腺素 會刺激我們膠感的神經 讓心跳數提高 人類心跳數通常每分鐘50下 那麼緊急的時候 你用跑的會讓心臟 心臟加快三倍速度走向老化 那所以他說 我上下班都是坐心幹線 以前怕遲到都會奔跑趕車 抵達座位的時候 我的心臟已經咚咚響 氣也是喘得不停 加上臉色蒼白 一直有噁心的感覺 這絕對不只是喘不過氣而已 就給予輕忽 因為這已經是急性 急性心臟衰竭的徵效 有這麼嚴重 急性心臟衰竭喔 對 看起來這個回答比較醫學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專家來幫我們回答一下 究竟是不是 再趕也不要跑起來 超過我們心臟的負荷 萬一真的急性心臟病就不得了 他有今天會贊成嗎 不值 這很難猜 我覺得很難猜 現在人心隔肚皮 不知道他怎麼想 你知道他發想不好是很肯定的 來 我們來看四位專家 怎麼看這一題好不好 再緊急也不要跑起來 好 一二三 請舉牌 你看 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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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簡老師是不贊成比較多 沒有以為他能Q我就可以這樣了 那我們先請這個王醫師來告訴我們 好不好 為什麼您是贊成 終於你也贊成他了 其實現代人其實有很多問題 跟你緊張有關 那其實他有提到腎上腺素 真的很多心肌梗塞的病人 真的就是在你最緊張的時候 就會發病 那其實大家如果有機會去日本遊玩的話 大家會發現 在日本那個計程車 都是老人在開計程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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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穿得很 對 那也都是老人在坐什麼 計程車 意思說他們動作在那邊是慢的 那基本上就是說老人不要去趕捷運 也不要去趕那些 那個什麼新幹線 因為那樣子真的萬一真的跌倒的話 你本身柔軟度又不夠的話 造成骨折的機會是很大的 所以基本上說真的急 而且我們現在的人都是因為 真的是都太急了 那你真的是急起來之後 真的你的身體 你的會受不了 會負荷不了 所以說但是他這邊 告訴大家急也不要跑 那個什麼心臟急性衰竭 其實沒有那麼可怕 那是告訴你 你的身體真的平時 如果真的沒有訓練的話 不然間這樣急起來之後 你真的會喘不過氣 那這時候如果真的到了位置上 也不要馬上就坐下來 因為在喘的時候 要稍微休息一下 至少30秒 你馬上坐下來之後 有時候會真的會吵到氣 整個身體在很熱的狀態 坐下來之後 那整個那邊沒有辦法洗太澡 你可能會更嚴重 頭會更暈 沒有啦 那這樣高鐵誤點 那也不用急了 反正全部都誤了 其實跟大家講的觀念 我常常跟瑞琳在 我們捷運站碰面 車子走了之後 我們還可以聊天多聊久一點 對啦 所以說地方你小點到 把時間抓長一點 真的不要那個急 其實像人就是活動排太多 你真的會急的話 其實就算你不是用跑的心情很急的話 那些問題都會出現 潘老師你的意見 也跟這個玩意是一樣嗎 你想想看 我在家裡面 因為我剛一開始就講說 年輕20歲這種人 一定是50歲以上的人 那我在家裡面 不斷地叮嚀我媽媽 第一個就是說 沒必要趕公車 我說你就下一班都可以 因為你也不是很急 那另外就是說 紅綠燈我都不趕 就不是說公車 也紅綠燈 紅綠燈都不用趕 對 我都不趕 對 就差個兩秒 我就讓他過 我反正我就站一下而已 對 那像我們 身長力賺的年輕人 還有接電話 接電話也不要趕 對 接電話也有摔跤的 像接電話 因為像我媽媽呢 就是年紀大了以後 他就很喜歡接電話 因為為什麼 因為有人打電話來 他就覺得很重要 然後接不到呢 他就會在那邊擔心說 是誰卡來啦 不知道是什麼 女兒卡回來 有時候真的就是 趕到了他剛好拎就沒了 好氣人啊 而且他老師的個性有關 還是跟年齡有關 沒有...他一般年紀大了以後 他比較希望 有人打電話給他 其實這一件事情 我是非常支持 就是再緊急也不要跑 但是我要擴大解釋 他舉例子 是講這個乘坐公車什麼的 其實我剛剛已經把例子 擴大了很多 對 擴大了 我剛剛以不贊成為主 贊成一部分是 剛剛已經講過了 我們年紀大 或者平常要小心一下 避免跌倒 避免意外 但是我主要不贊成的時候 他那個論點不對 哪裡不對 因為你看 他說跑個心幹線趕一下 就會急性 他兩歲參白 還會噁心啊 所以表示 他的心扉功能太差 因為他都不運動 所以他心肺功能說 二十六歲 我不太相信 對 我不相信 他的骨頭年紀我也不相信 我們鼓勵運動要漸進亮麗 所以年輕 雖然只有三十歲 還是要平常練一練 那你心肺功能好一點 跑個跑步啊 做什麼 臉不紅 氣不喘 你的心肺功能才會好 學生說不用跑 有時候不一定跑 所以他應該去看醫生是不是 爬個樓梯都會... 都平沒喘對不對 那這個是心肺功能不好 我們運動的內涵除了伸展槽以外 還有肌力訓練 還有心肺功能訓練 協調性平衡感訓練 要完整性的運動 他都不運動 他心肺功能不好 他都不運動 他有可能平衡感也會不太好 那這個就是對養生是不對的 是不好的 當你心跳急速加速的時候 對你心臟是個折磨 不過突然之間加速 這是不對的 沒錯 我們運動要漸進量力 你坐在那邊 突然間起來跑百米 那個對健康不好 對心臟不好 但是呢 你如果說我健進室 我今天動一動 明天動一動 像我現在的心肺功能 我去爬101大樓有沒有 我爬到上面去 我覺得還好 但是表示心肺功能還不錯 好 所以要向您看齊啦 所以有運動也會健康 像男人說他的血管是26 對不對 可是28 那你跟他PK 懷疑對不對 因為血管年輕是表示彈性很好 那輸送那個血液的時候 彈性很好 你如果說硬化以後 當然就供應不及就會 就平平穿 了解 所以他可能心肺功能還加強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題 一天只吃一餐 那麼吃什麼都可以 好 這是他的重要主張 他認為吃也不用吃太多 一天只吃一餐 然後額外的他就六七分飽就夠了 你們贊不贊成一天吃一餐呢 一餐 舉牌一下 好 不贊成 不贊成為主 不贊成 三位都不贊成 就是要吃三餐 甚至還加宵夜 再加個下午茶 好 那到底這個 一天只吃一餐 有沒有血理上的根據呢 這個四位專家又認為 一天吃一餐可不可以呢 能不能夠回春 年輕二十歲呢 廣告回來就為大家來解答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好 一天只吃一餐 吃什麼都可以 大家贊不贊成呢 好 不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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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為什麼 金金 一天吃一餐 那那一餐一定吃得爆多 瑞玲 鏡頭可以再近一點嗎 最近有發現我年輕了嗎 沒有 還有 沒有 妳是粉擦得厚了一點最近 我感覺良好 因為我最近真的是一天只吃一餐 對 結果呢 結果就是 有年輕 我覺得有點年輕 但是就是營養素要夠 有瘦嗎 有瘦 對 就是我不去讓自己瘦 那妳什麼事情讓B10 妳一天只吃一餐 我不曉得最近 沒有 就是最近食慾不太好 食慾不正 可是我會覺得說 因為我必須減重 因為胖其實會讓大家覺得 看起來比較老 對 那我會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說 那妳一天吃那一餐 是早餐還是午餐 還是晚餐 早餐 早餐是不是 早餐會吃得比較多一點 對 那午餐 晚餐可以吃那麼久 都不是還睡覺 不太會耶 那譬如說我胃會容量 真的越來越小 但是我坦白講 那我不太贊成 因為其實會皺紋比較多 因為譬如說 妳有一些營養素補充不足 然後妳的皺紋真的會比較多一點點 不過妳一天只吃一餐 然後也能度過的話 搞不好有某種疾病 也不一定 對 因為妳的 飲食習慣改變也是某些 可是我要強調是 這個不能長期使用 因為頭還是會很暈 因為妳是刻意的嘛 對 因為我必須要減重 因為年輕20歲 我要強調 還有問題是 如果你這樣子讓胃空著 其實胃酸會分泌多多 對 其實大家請問希望 我們分析一下 來 大人哥 一天只吃一餐 只有發生在一種情況 就是我當天吃那個吃到飽 吃燒飽 暴飲暴食 我就說一天只吃一餐 現在不太可能 那個可以一天吃一餐 因為那一餐大概可能五六餐 一六餐 兩天都不用吃飯 可是我真的覺得不贊成 因為吃完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就很不舒服 然後另外我覺得 如果一天只吃一餐的時候 通常如果吃正常的餐 我晚上去運動的話 我會發現我不太夠力 我會有這種感覺 有時候手腳會發脾 是這種運動嗎 對 我真的運動的時候 我覺得怎麼頭髮腿的不做 真的會 所以通常我覺得 這一天吃一餐真的太少 會腿軟 真的會腿軟 真的會 我們先來看看 大神南雲的說法 對 他的理論在哪 好 他說呢 開車的人不會每10公里 就加一次油吧 一定一次裝滿之後 等到車子快沒有油才會去加 人也是一樣 飽足一餐之後 身體先把這個脂肪給儲存起來 隔天再把儲存的脂肪 一點一滴燃燒 所以等到餓得咕咕叫的時候 再用餐就可以了 但因為這一餐是一天當中 好不容易才有一餐 所以不宜草草了事 一定要用完全攝取法 攝取完全的營養 10年多了 我的健康狀況非常的良好 體重從77公斤一直維持在62公斤 不但沒了代謝症候群 皮膚也變年輕 健康檢查也顯示我的血管年齡 回到了26歲 好 什麼叫完全攝取法 等一下 苡莉老師來告訴我們 我們先來看看四位專家贊不贊成 這個一天吃一餐的這種講法 當然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有點歪理 什麼我們會跟開車一樣一次加10公斤 然後裝滿了以後車子沒有 而且你看牠是說儲存喔 儲存一天之後喔 對不對 牠吃了之後儲存喔 隔天再吃 但你回去想想 動物好像真的是一天一餐 真的嗎 牠抓到一個獵 牠可能好幾天都不吃 像蛇吃了一個蛋的話 牠可能一個月都不吃飯 不是 動物沒有像我們人那麼忙碌啊 動物沒有像我們這麼忙碌啊 牠每天都在攝取捏舞啊 牠每天都在攝取捏舞啊 壓力也沒這麼大啊 對 沒那麼大的壓力 牠們在睡覺啦 會在錄影呢 好 我們不能再隱身啦 好 來 我們請四位專家 四位專家來告訴我們 牠們的答案是什麼 哎呀 正如水料 都是不贊成 要不然是吃三餐學的理論 對啊 那吃三餐也是人類 這樣演化而來的嘛 對啊 我講這句話是重點 剛剛講動物有沒有 因為動物呢 天生就是吃 飽吃一餐可以撐很久嘛 對 我們人是從小開始 就是已經慢慢慢慢量化 再三餐 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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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如果從小孩子 嬰兒開始訓練牠 就給牠一天吃一餐 一天吃一餐 說不定 牠從小孩子練 練了十年 二十年 就有可能了 但是畢竟我們人類的演化過來 而且又說吃什麼都可以 那開玩笑 可是這樣會像非洲的那個小朋友一樣 牠們都幾乎也沒只吃一餐 對 所以牠們有這麼年輕嗎 有這麼健康嗎 對 沒錯 好 黎玉老師來告訴我們 什麼是完全攝取法 那你也是不贊成牠的 對 其實我是非常不贊成牠這個講法 第一個 牠形容人是車子 人不是車子 對 車子壞掉 報廢就好了 人壞掉 人要是生病了怎麼辦 而且車子不加油都沒關係 牠只停在那裡 對 所以牠其實這個形容詞 我覺得根本就是個錯誤 再來最後那句話也是個大錯誤 牠說就算你一天吃一餐 你吃什麼都可以這件事情 對 這個其實 我覺得有點荒謬啦 就是說吃什麼都可以這件事錯 因為你今天 如果說你今天很開心 你只有吃一餐 全部都是肉類好了 對不對 一定很多人說 那我贊成牠的理由 我全部都吃肉類 對 那這裡面其實優質可能比例 佔了50%以上 那你的脂肪其實確實 牠就會囤積在你的身體裡面 當成脂肪 可是牠這個所謂的 把隔天的脂肪去 怎麼燃燒 這個也是錯的營養學觀念 我們的燃燒是從糖類開始 對 所以脂肪 牠是會囤積在身上的 那曾經我有一個病人 牠也跟牠用一樣的方法 真的啊 很清楚 因為牠說我就是把熱量減少 我一天 我就是一天裡面 我就喝六杯的珍珠奶茶 然後牠告訴我 牠的珍珠奶茶裡面啊 牠可能加起來的熱量 牠算一算 牠說牠就點那種小杯的 然後珍珠牠也不太敢喝 一點點 然後牠就說這樣是不是很健康啊 我是不是也沒有吃太多的珍珠 可是珍珠奶茶裡面都是果糖 那果糖呢 其實牠是不用透過肝臟的 牠直接就儲存成脂肪 所以這個人 牠體內的脂肪比例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就跟牠講說 你可以去檢查你的內臟脂肪 你可能也有脂肪肝 脂肪肝 對 我剛才看了儀儀老師 這麼生氣的講 義憤典瘟這樣子 好 那表示牠真的非常不贊成 那我們融入Dr.南英的想法好了 牠是完全攝取法 全部都吃下去 譬如說牠吃橘子 牠就整個橘子連橘子都吃下去 然後吃蝦子呢 只是蝦頭不吃其他都吃下去 然後我們有影片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 什麼叫完全攝取法 其實牠的完全攝取法就是說 比如說牠把沙丁魚像這樣一整條魚 牠就把牠全部吃進去 全部吃 全部喔 連頭連尾這樣吃進去 然後連魚都小型魚啦 對 蝦子 剛剛安德哥講的這個蝦子也吃進去 好 現在講到蝦子喔 其實如果說你真的魚可能吃進去的話 倒是OK啦 如果你吃得進去的話 但是現在 我覺得這件事對了百分之 就是說百分之八十是對 但是百分之二十我是不接受的 真的 對 因為你看蝦子 其實現在很多人 牠其實是沒有辦法消化牠的殼啊 殼喔 炸的有可能 但是你追煮了 請問牠這麼硬怎麼吃進去啊 不是 我覺得小蝦米有可能 那個大龍蝦 小蝦米沒有殼啊 對 所以牠根本沒有辦法消化 牠就沒有辦法吸收 攪久一點 不行 牠其實是硬的 牠有的其實有些 而且我們現在人味病太多了 所以你知道牠在吃這種蝦子 其實會造成很多問題 像你說啊 那個蝦子的那個蝦子品種不一樣 有的蝦殼是很硬的 尤其接近尾巴的地方 那個你沒有辦法吃蝦 可是老師我要問的是說 牠原整個蝦子是要 是要甲殼素嗎 牠要是甲殼素 對 牠是不是為了甲殼素啊 好 這件事也是講對表面 就是說 其實蝦殼確實啊 牠是做成甲殼素 那個粉末的一個很好的來源 就是蝦殼或螃蟹殼 可是呢 牠是有經過製造 然後經過農取的啊 變成粉末 讓你比較好吸收的 但是牠這個是整個殼進去的 但是牠是 就是說牠如果說 牠有牠的功能 但是牠會傷害到你的胃 我們來看看這個 我根本不能進去吃 好 我們來看看Dr.南雲 牠有示範一頓 牠到底怎麼樣完全社區法 我們起來看一下好不好 牠是怎麼吃的 來 好 現在牠吃葡萄 有沒有 這當然很輕鬆一舉 牠是整個吃下去 對 然後之後拿了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梨子嗎 蘋果嗎 類似酪梨的東西吧 是不是 好 百香果 百香果 百香果怎麼吃 然後接下來是桃子 桃子 桃子當然可以啦 把它洗乾淨 這橘子來這樣 對 不過日本的橘子很小 對 而且牠皮很嫩 牠把皮都吃下去了 可以 很酸 真的吃下去 因為像我們的碰乾就不可以 然後是蝦子 牠真的把蝦子整隻吃下去 頭會拿出來嗎 是不是 頭沒吃 對 留了頭 剛剛那個尾巴已經吃下去了 所以牠真的是奉行不遇 很酥脆 所以牠真的是這麼吃 所以牠的蔬果 牠也是連皮一起吃下去了 幾乎是全食物了 對 那妳說觀念不配嗎 好像也有一些人 國內也有一些人宣導說全食物 其實這個其實要看個人體質 但是我先講 確實大部分的水果 蔬果裡面的皮 其實牠的營養價值還滿高的 尤其是牠剛剛這個橘子 其實在中藥裡面 牠用橙皮也是啊 對不對 但是牠今天是 因為日本的橘子牠很薄 所以台灣的橘子是不一樣的 那日本的橘子其實牠薄 牠就可以比較容易消化 可是我們台灣的橘子牠很厚 所以牠適合什麼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吃皮的話 比如說有些料理 牠要 有的不是用檸檬削皮嗎 那牠其實如果你真的要吃橘子皮 你只要洗乾淨 而且你只要確定你的來源是安全的 你就用那個橘子削皮 你露菜也可以 這樣反而比較好吸收 因為牠的面積就比較小 不是大塊的咬進去 要不然反而像如果老人家 可能會嫁到 我覺得是因地質疑 因為日本的橘子我們去買過 真的好小皮又飽 但是大概是可以 那請牠吃葡萄柚了 我就上家葡萄柚 整杯自然很輕鬱 那鳳梨又有耶 鳳梨呢 對 鳳梨又有 吃榴槤 對不對 四家圓皮吃 那還有那個榴槤 如果牠生在馬來西亞 我也不曉得牠在看 所以牠沒有錄影出來給你看 牠怎麼沒有吃榴槤的口呢 無法吸引 要看食材的種類啦 比如說像大番茄 OK啊 牠不要剝皮啊 像有的人做菜 把大番茄的皮剝掉 那我就非常不建議 你只要是乾淨的 洗乾淨的 然後你大番茄 那個皮其實都要臉皮一條 也就是說臉皮吃 我們不要硬吃對不對 我覺得不要硬吃 因為來源也要是衛生的 你清洗也要是乾淨的 對 那如果說稍微中間一點 有一點硬就不會太硬的 其實你偶爾把它打成蔬果汁 其實這也是可以入口的 那這一點應該您贊成吧 完整吃下整粒穀物 對 贊成嗎 對 其實牠這個是 全穀類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你基本上 牠建議的是比較像是 要有膚皮 胚牙 胚乳這個概念 那我們目前也推薦 可是我建議先從一天裡面 有一餐開始就好了 因為現在人其實講胃病的不舒服 再來就是說 有些人是對膚皮過敏的 那他可能就不能吃 所以你先從一天內一餐開始 不見得是三餐 馬上就要這樣做 老師 這個你就認同了吧 對啊 就是說 他說別以來偏重局部的營養 沒錯啊 因為這個保健食品 補充品 保健體 其實我們現在就建議 綜合維生素一顆 好 菁老師 來 我覺得今天男女營養不在現場 我們圍攻他 有點不太公平 不太公平 不過他的概念 我想我們是他的概念 是全食物的概念 我覺得是可以參考 是 沒錯 那我們就不要把他叫榴槤 鳳椰 不要 他講 對啦 那菁老師在罵我 我知道 這種東西不要吃得太精緻 吃天然 而且吃全食物 這個基本的概念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說他的觀念 我們不要把他 push到死胡同裡面 像我自己也吃過那個芒果 我連皮吃 真的 那個皮還滿好吃的 因為那芒果會發 那是複名啊 我還好 我吃過一次 覺得還滿好吃的 但其他我大部分 大部分會消掉 但是我說偶偶這樣吃 我覺得OK 好 王熙 來 我們現在觀念說 我們要吃食物 不要吃食品 那其實很多營養素 我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很多水果的營養素 它的皮真的比裡面的還多 甚至有很多一些 對 很多一些抗氧化物的話 真的就在它的皮 還有它裡面的果實裡面 或者種子裡面 但基本上 這東西如果能夠適當的 把它研磨研碎 有些果汁劑的話 我覺得其實這樣子的話 對老人或小人的話 這樣吃的話 其實這樣是比較好的 對 好 潘老師 你想想看 我們一個男生 大概每天需要的熱量 最少最少 就差不多2000打卡左右 對 最起碼 那我們現在 中華民國衛生署 有規定就是說 你在減重的時候 也不能夠低於1500打卡一天 對不對 因為你如果低於1500打卡 身體就生病了 對 好了 那現在如果又再灌上 它的全食物觀念 所以全食物觀念 其實就是纖維質非常的高 對 也就是說是比較營養的 那如果你是加上全食物的話呢 那你一餐要吃進你最起碼的1500打卡 其實非常困難 量很高 因為你的纖維質高 你如果吃非常精緻的 或者油炸的 可能一餐不用撐很大 你可以到1500打卡 但是如果你要吃這種全食物 纖維質很高的 你要吃到1500打卡 我跟你講你根本撐不下去 所以我要告訴你的是 你不會像你們剛剛講的胃變小 反而胃變撐大 真的啊 對 那可是你撐大之後 你下一餐就會更餓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我們以年紀大的人必須吃 多吃蔬果 多吃纖維 那你一頓是不可能吃到1500打卡 用這種觀念 少量多餐 對 就是就是說我覺得 如果真的你想要利用 減少熱量攝取來達到健康的目的 因為現在有人講飯吃七分飽呢 可以活到這個很老嘛 對 那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想最起碼也要兩餐左右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把那個胃撐得太難過 所以我是同意他就是說呢 吃東西吃得少 然後呢 熱量低 然後呢 全食物觀念纖維質高 這我都同意 但是我覺得一餐可能有點過了 還是不太過 我覺得兩餐可能差不多可以解決 所以潘老師兩餐你可以接受 兩餐可以接受 一餐恐怕有困難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題 好 來 繼續看一下 這個不吃魚卵 他不吃魚卵 為什麼呢 等一下可以聽一下 好 來 三位同學贊不贊成 不吃魚卵呢 好 不贊成 不贊成 居多 不贊成 好 那不吃魚卵 這個達成男人又是什麼樣的觀念呢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好 同學們都表達了 這個不吃魚卵 看起來都是不贊成居多 好 那這個 這個達成男人怎麼說呢 好 魚卵裡面含有豐富的普林 雞蛋裡面只含有一單位的普林 鮭魚的卵裡面含有100單位的普林 換言之 普林的數量跟蛋的數量成正比 就是說你吃越多這個就是這個卵的話呢 越容易罹患痛風 因為他說不吃魚卵嗎 魚卵我們通常會吃好多個 那蛋的話只吃一遍嘛 對不對 所以他認為是從痛風的角度 他不要吃魚卵 好 那三位四位專家怎麼看呢 來 請舉一下牌 1 2 3 請舉牌 贊成 不贊成 好 那依依老師幫我們總結一下 為什麼是贊成不要吃魚卵 真的是痛風嗎 對 其實有資料顯示 尤其是鮭魚卵的話 確實因為它是很多顆卵 所以它細胞核很多 細胞核它分解之後 就是我們體內的普林了 所以確實它會把普林的量增高 而且有一些鮭魚卵是醃製的 因為它很容易壞掉 所以相對鹽分也會比較高 所以就風險值來講 它是比較有風險的 但是如果是圖片上的雞蛋 我就覺得是可以吃的 雞蛋可以吃 對 因為雞蛋裡面 對 雞蛋裡面還有軟磷脂的部分 它的顆粒也沒這麼多 所以像鮭魚卵 就沒有了 雞蛋在拉臨 以往隔隔 b 就像鮭魚卵 也不會進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